以前月中线会直接画给你看 现在没有了 那大概呢就是画成这样 你看得懂吗 你看得懂吗 很多人说这个到底是在画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 国防部仍然还是会交代 他们所看到的这个解放军的动态 但是呢空飘气球现在照样公布 几枚呀几枚的 21号说有6枚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其中还有一枚是这样 飞过屏东陆域的上空 进入东部太平洋的空域 然后就这样 那其他的话呢 比较集中在北部的地方 但是呢你说对于一个空飘气球 他也要盯紧紧告诉你 可是美军的这个电针机 RC-135电针机 其实呢22号的下午 22号下午其实有出现在台湾北部的防空识别区 在干嘛呢 在巡逻 结果当时是因为有民航机的乘客 说看到了 然后赶紧把它拍下来 结果在昨天呢 媒体也揭露了这个消息 那我就先请教一下 凤英姐 美国有这个电针机来 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是解放军 那不得了 那可是现在呢 需要这么紧张吗 空飘气球一直告诉你 来了又来了 连几枚都要交代的清清楚楚 到底为什么 我们先讲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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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机 刚刚这个纽约时报不是讲的吗 其实台湾有 像完全信任美国的一些比例 已经降到百分之三次 我就细声说 这个就等于是赖金德的支持度 到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就是百分之四十 对不对 因为投票率没有到百分之百 你就反映出来的就是赖金德支持者 不但高度的信任美国 而且对他们来讲 只要美国的军队来 都代表防卫台湾的决心 所以呢 他们是欢迎美军来的 尽管 其实我们就理性来看 美军常常在台湾附近的活动 其实都反而意味着 我们这个地方的危险性 大幅度的升高 可是他们还是欢迎 所以这是他们的 这个高度的信赖美国之后的结果 那他们现在当选了 所以他们要这样的操作 我就先放到一边去 但是我觉得 国防部最近的作为 其实反映了就是选前 大家都还记得那一个 全台湾人都有收到的空袭警报 那个乌龙空袭警报 发射卫星 那到底是影响到的是火箭 还是它是飞弹 不管是哪一种 坦白说那最后证明了 它其实是个乌龙 而且国际媒体是高度愤怒的 在那件事情当中 你看到国际媒体就觉得说 台湾乱了手脚了 如何如何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从民调上面来看 那么戴庆德是获利者 这个事情为它加分了 对 不但是大幅度的加分 就它在这件事情上面 很快的 它在中南部的支持度 立刻上升四个百分点以上 其实幅度是相当大 很多的票本来吹不出来的 突然之间吹出来了 就靠这个 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怪 我觉得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 其实你仔细去对照 那这个空袭警报 那乌龙空袭警报之后的第二天 自由时报就立刻写了一篇社论 就是说那没办法求取到 一个礼拜的平静吗 然后林静怡就不断的跟大家讲说 你看多么的可恶啊 老公很可恶啊 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现在国防部 实随之位 它放大了 其实不具威胁性的部分 比如说空飘气球 比如说卫星 坦白说在军事上面 它们都不具有威胁性 因为空飘气球 我不管它是侦察气球也好 或者它是气象气球也好 其实我觉得是气象气球的几率 其实是最高的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大陆的天灾 其实经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气候变迅全世界都在关心 那很多的气流上的变化 是来自于我们这附近 我们都晓得 每一年的就不管西南气流 然后或者是转换成为 东北气风的时候 其实附近的那个气场变化 非常的大 那收集大气层的 这一些相关的资讯 其实对于准确的 做气象预报很重要 但是至少美国已经告诉大家 那个不会有影响力 那这种无害的 C灵非常愚蠢的气球 它不断不断的放大 今天来几颗了 今天来几颗了 这些呢 适足以增加台湾民众的厌恶感 可是不会让台湾民众觉得 生活好像受到了威胁 可是真正有军事威胁的部分 其实是战机 其实是军舰 它反而要淡化 因为那个部分就会让大家担心说 战争可能随时要升高 哎呀民进党执政 战争威胁就要升高 那它这个操作的那个拿捏就变成了 不会让民众觉得恐慌的 它扩大 真的会让民众恐慌的 它反而是尽可能的缩小 所以它那个图 当然这个图的改变 我也必须要说 因为过去的图这样化 它其实有一个很大 它好处是说 它告诉对岸说 你看我都掌握你的这个动态 它的坏处就是 那它只要lose掉一次 就是一次没有化准 或者一次没有被侦查到 那对岸就知道说 我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没有办法侦查到 所以改变成这一种模模糊糊的一方面 淡化民众的恐惧感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在猜 会不会过去没有百分之百的掌控 所以现在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避免 万一有一些没有掌控的部分 搞不好也不是只有一次 搞不好已经有几次了 我没有证据 我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但是过去那样的话 是代表着它的信心 那如果当初是因为基于信心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懂现在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话 难道战争离我们会越来越近吗 台海真的危险了吗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许多的外媒 很多的分析 都是这么看 而且也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 有美国的官员 也有美国的学者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份 是CSIS这个智库 他们所发布的一个专家调查 这个专家调查里面问了 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国专家 百分之五十七的台湾专家 应该说是五十二名美国专家 跟三十五名台湾专家 这样说比较精确一些 不过在这个里面 他其实谈到的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说台湾接下来怎么样 你要怎么看台海的局势 那么其中调查就发现说 而且是过半数的专家 都认为在今年有可能爆发台海危机 你看2024可能发生台海危机 而且是类似1996年的台海危机 台海两岸紧张关系显著升级 并伴随至少一个要胁迫台湾 并重申中国对台动物威胁的演习 所以你会感觉到说那种不安的气氛 怎么好像连这种学者的报告 都是让你看到了 我现在先请教一下这个凤馨姐 因为民众的情绪当然是一回事 他可能看了很多的报道 相关的文章 可是像这种东西 叫一而再再而再出来的话 难免会加深大家的疑虑跟担忧 但是他说有可能像是类似199596 那当时的台海危机 2024就会看到了 而且是过半数的人都这么看 那难道现在中美两大国 真的连这种危险危机都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控管危机 难道都没有办法拉得住吗 凤馨姐 这份调查很有意思 其实他是在去年底的时候调查的 去年的十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 他调查美国是五十七位 台湾是五十二位 然后台湾是三十五位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也跟他挑选的专家 他可能他的信仰或者他的意识形态 或是他的政治立场 我觉得在这一类的预判当中 可能会出现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先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CSIS的焦虑 因为这份调查总不会是台湾任何一个政党 所发动的 这是CSIS他所发动的 那你不会认为这个是北京策动说 这个美国战略国际战略协会 他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CSIS在美国的智库当中 其实排名算是很前面的 因为美国智库真的是多如牛毛 所以我们常必须要根据那个智库的重量级 重要性然后来判断说他这件事情 对于美国华府的政策影响到底是多少 那对于全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又是多少 这个他的分量 他的重要性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CSIS他就是大家很有名的 之前曾经做过那一个就是做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兵推的 就是那一个这个这个机构呢 其实就是CSIS 他在排名上面算是很前面 我不敢讲说数一数二 因为前面可能还有一两个 但是我觉得前五名绝对是跑不掉的 那么他做这份调查 你看到他52页的报告 内容非常的多 然后呢他问的题目 我记得是15题 所以一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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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分析下来 而且呢他区分的就是美国学者如何看 台湾学者如何看 你会发现美国学者都比台湾学者悲观 就是对于中国大陆会不会执行隔离 用执法的名义来隔离 或是利用解放军来执行封锁 那乃至于入侵 或者是说呢 在新总统就职之前的前后 他会不会采取一些升级紧张 威胁情势的一些做法 美国的学者都比台湾的学者来的悲观 所以他们对于520的前后特别担心 他们不纯粹对520的前后担心 他们可能对2024年一整年 一直到2025年 他们都很担心 那我觉得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就是说他所担心的其实呢 我觉得就军事行动上面 其实是有三种方向的 那我们当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入侵 就直接就是攻打了 那这一点呢 台湾的军方就会不断的告诉你说 不会啊 我们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了 然后我们在什么地方布雷 在什么地方设置反舰 反舰飞弹如何如何 然后也会讲说 因为我们这个可以登陆的摊案不多了 所以我们其实他们的这个 这个登陆的能力还不足了 这个其实是属于攻击 主动攻击型的 可是还有另外两种危机 一种就是封锁 我就让以台湾周遭的所有的海域 任何船只不得进入 这个封锁能力 第二种呢是更轻微的 我不是解放军主导 而是他的比如说海警啊 执行一些海上的一些执法 然后让大部分的船舰无法靠近 这个不管是用隔离也好 封锁也好 那么他们认为直接攻打的几率偏低 而且能力也偏低 这个部分是美国专家跟台湾专家 共同的 但是台湾专家这个部分 好像更看低了中国大陆的能力 那么认为呢 有能力的只有百分之十七 认为有能力只有百分之十七 认为没有能力的是高达了百分之 这个这个更高的这样子 百分之八十二认为 他没有这个能力 可是美国就相信之下 认为百分之五十二没有能力 可是另外百分之三十几呢 还是认为有机会能力是存在的 好 关键点在于封锁跟隔离 不管是美国专家或者是台湾的专家 都认为他们在这部分 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完全的能力 几乎美国专家当中百分之九十一 认为中国大陆非常有能力 而且或者是有能力 可以执行这项任务 而且几率蛮高的 那台湾这部分比例就比较低 只有百分之六十三 那如果是封锁的话 美国专家就是极端有可能 然后到有部分可能的是百分之八十一 台湾的部分呢 就只有百分之六十 可是各位要知道就是 不管是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甚至百分之八十 九十 它都意味着就两岸之间的紧张情势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有没有攻打 有没有战争 在战争之前的封锁 隔离 你要知道对台湾就会产生 重大的影响 不过有趣的是呢 他后面其实我说问了很多题嘛 他就问说 那如果只有执行封锁的话 那么会不会呢 就造成台湾民众觉得要统一 这个部分美国的专家认为几率蛮高的 台湾的专家就认为 不会 放心 大家还是会坚持到底 我觉得后面这个部分 不是真的四到零头 我们永远不知道台湾的反应 究竟会是如何 可是呢 从他 第一个从CSIS问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担忧 是 然后而且他们认为 中美关系现在虽然因为 去年11月的旧金单和缓了 可是整个的情势并不足以 让北京放心认为 美国真的会好好的控管台湾 那所以第三个部分才会开始担心说 就算不是直接攻打 那隔离跟封锁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要引用的是 1996年的台海危机 当时其实呢 我觉得1996年还只是一种武嚇 既谈不上封锁 也谈不上隔离 如果是隔离跟封锁 我认为其实远远超过1996年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